富商男友送出百万彩礼后突然失联,女友打开彩礼箱如遭电击,2021年3月14日,浙江泰州的张萍正沉浸在浪漫温馨的氛围中,因为今天不但是白色情人节,也是她与富豪男友订婚的大喜之日,男友拖着一个巨大的行李箱缓缓走来,随后将一打打现金装进箱子里,郑重地交到张萍手里,1314520元钱,代表一生一世我爱你,张萍,这些彩礼你收好, 等我娶你,张萍瞬间掉下眼泪,此刻被幸福包裹的她怎么也想不到,几个小时后,她会惊恐地去报警,钻井装有百万彩礼的行李箱,她嚎啕大哭,求警察帮我,我的未婚夫在订婚后失联了,这是怎么回事,男子不辞而别,是婚前紧张,还是另有秘密,百万彩礼背后,究竟藏有哪些不为人知的故事,随着警方的调查,一场令人扎舌的惨剧拉开帷幕,精彩事件必须讲, 我是奇闻探索者,民警很快安抚住张萍的情绪,想要从她口中了解更多信息,可她却表现得十分怪异,整个人双眼呆滞地看着箱子,支支吾吾指重复一句,求你们找到她,我想知道她什么意思, 从她空洞的眼神来看,她似乎猜到了什么,只是不愿相信这个结局,直到一位中年妇女匆匆赶来,她才像泄了气的皮球,崩溃说出了全部的真相,先来介绍一下张萍的情况,她是一个单亲妈妈,因为早年与丈夫感情不和,双方和平离婚,唯一的女儿交由张萍抚养,而她也不负众望,精心培养女儿的同时,事业也做得蒸蒸日上, 短短几年就从一个打工人摇身一变成为私企老板,身价起码百万以上,一时间风光无限,但即使荣誉加深,她还是开心不起来,因为这一路走来,只有她自己知道,背后她经历了多少艰辛,什么事都靠,已经成了常态,生命也是苦熬着,还要随时面对家人的催婚,这种困境下她的,却很想找到能够依靠的另一半,可上一段失败的婚姻令她恐惧,好几次不得不听从安排, 前往七大姑八大姨组织的相亲局后,终于有一天,她爆发了,婉居亲戚的好意后,抱着试试看的态度,张萍独自在婚恋网站上注册了会员,然而谁都想不到,就是这个小小举动,竟然真让她遇到了想共度余生的人,闯入张萍心扉的,是一个叫杨健的男子,相比同年龄段的油腻大叔,杨健的面容显得格外帅气许多,在搭配上儒雅的气质,彬彬有礼的谈吐,一举一动, 更是令人着迷,约好私下见面后,张萍看到的第一眼,就无法自拔的爱上了对方,只不过她也是见过大风大浪的人,才会洋装出一副矜持的样子,大家都是成年人, 相亲也是抱有某种目的,张萍开门见山的说出了自己的条件,而对方不怒烦喜,开口就是,你很直帅,是我喜欢的类型, 如果一见钟情的戏码都是电视剧的情节,那此刻的张萍就是那个女主角,双方交谈得十分愉快, 领了杨健才说,我是做白银生意的,年产之上亿,企业规模很大,有空我带你去公司看看, 这句话透露了很多信息,但张萍的脑子里只想到一个问题,她是在腰面对突如其来的表白, 张萍愣了一下,可不等她开口,杨健就接着说道,我做梦都是娶你的场景, 看着男友真挚的目光,张萍羞涩地点了点头,按照当地的习俗,结婚之前需要先订婚, 他们思来想去,将订婚的日子选在了3月14日这天,寓意着一生一世的彩头, 很快,两人订婚的事情在家族引起了轰动,由于浙江这边给的彩礼普遍比较大, 很多亲戚朋友都打听杨健会给多少,但往往张萍都会敷衍过去, 因为在她看来,彩礼不过是一个虚数,都已经这个岁数了, 还是脚踏实地的生活更为重要,可话虽如此,她的内心还是带着一份小期待, 直到听杨健提起,要给1314520,她也震惊了,在她看来, 这不是意外惊喜,反倒更像是赤裸裸的表白, 没想到临近中年,还能遇到甜甜的恋爱,感受到这种浪漫的气氛, 属实让人不心动都难,不过她想了想,还是觉得有些夸张, 这是杨健告诉她,格局放宽一点,以我们的经济条件, 不拿出这些会遭人笑话的,再说了,财礼只是一个形式,将来还是我们的。 张萍瞬间觉得言之有理,也就没有拒绝, 而随后杨健对这段婚姻表现出的重视, 更让她颇为感动,订婚当天,一切从简, 杨健提着一个行李箱,就来到了张萍的住所, 一进门,她就打开满满的现金。 随意抽出一张,高兴地递到张萍面前, 收了钱你可就是我的喽,不准反悔。 张萍脸上泛起了红韵, 结果那张面质一百的纸币,放在阳光下看了看, 接着杨健把一落落捆绑好的现金拿出来, 大致盘点了一下,就把一百元钱放进去, 将行李箱锁好,贴上两个喜字后, 交到了张萍的手中,一张不少,一生一世,锁好了, 等到大定的时候再拿出来。 张萍正宗地点了点头,并将箱子放到了隐蔽的地方, 随后两人出了门,因为按照习俗, 男方给了彩礼后。 女方是要回礼的,由于不能打开, 张萍还是决定开箱查验, 由于箱子上有密码锁, 她试了好几次都打不开, 只能叫来开锁师傅, 结果打开箱子那一刻, 她如遭电机,差点一度晕倒过去, 不知怎么回事, 一捆捆的百元钞票, 竟然变成了银行点钞券, 一眼就能看出是假钱, 一直回想着杨剑装钱的情形, 张萍心里的疑惑也无限放大, 究竟是哪个环节出了问题, 顾不上太多, 张萍赶紧打电话质问, 却发现杨剑的手机已经关机了, 微信也无人回复, 在订婚的几个小时后, 她就以这样的方式失联了。 虽然种种迹象表明, 张萍可能被骗了, 但她还是选择相信杨剑的为人, 以为杨剑可能只是暂时遇到了什么问题, 于是她就拖着行李箱找到警方, 希望警方帮忙找到未婚夫张萍的母亲闻讯赶来, 看女儿此刻还护着杨剑气不打一处来, 可她依旧觉得这是背后有隐情, 因为以前她去杨剑住处时, 经常会放一些名表手室在房间里, 杨剑不但没有偷拿, 还表现出一副看不上的样子, 难道这些表不比那十几万的回礼还要值钱吗? 更何况她一个身家千万的老板, 也没必要装括送假彩礼, 根据这些分析, 张萍第一时间想到的, 可能是杨剑有什么不得已的苦衷, 或许只要找到杨剑, 两个人重新好好谈一谈, 这段感情还有挽救的机会, 事情到这警方已经有了一个大胆的猜测。 为了验证, 接着又询问了更多细节, 而张萍也坦白, 他之所以如此笃定杨剑不是骗子, 其实还与一件事有关, 当时在与杨剑确定关系后, 杨剑直接就交代了自己的情况, 他说, 我曾经历过两段失败的婚姻, 还与前妻有三个孩子, 你会介意吗? 张萍对了对没说话, 杨剑又告诉他, 孩子根本不用张萍管, 因为孩子的未来他都已经计划好了, 并且还为每个孩子买了楼房, 为了表明自己与张萍相处的决心, 他带张萍去看了自己名下的房产, 还在临海和焦江这边的房子里。 住过几天, 临近春节的时候, 又带张萍去了于仙居的老家, 邻居十分热情, 看到杨剑还客气地打招呼, 询问手里是否还有什么赚钱的项目, 而杨剑张口闭口都是千万的大单, 大家都是直接称呼他为小杨总, 就连亲戚朋友对他都十分尊重, 张萍记得, 有一次张萍去杨剑家时, 无意中还在桌子上看到了两本营业执照, 上面两家公司的注册资金都在一千万左右, 这更加证实了他的身份, 张萍当时想到的都是门当户对这四个字, 两人完全就是天作之合, 因为他也离过婚, 经济条件也不错, 加上杨剑对过往从不支支吾吾, 让张萍对他的信任更上一层, 所以才会在杨剑提出订婚时, 没有丝毫犹豫, 甚至发生点抄券的事情后, 他还是觉得杨剑这样的成功企业家, 根本没有理由去行骗, 警方心生疑惑, 随即查看了杨剑的朋友圈, 一个个展示企业的视频, 似乎也在证明, 杨剑是个身价千万的老板, 并且还十分的积极向上, 几乎隔一段时间, 就会到工厂查看炼饮情况, 那么他的这些工厂是真实的吗? 如果是真的, 他消失的理由又是什么? 张萍的母亲告诉民警, 女儿是被爱情冲昏了头脑, 当时杨剑提出要给百万彩礼的时候, 家人就已经产生了怀疑, 就是论事, 原因首先是张萍虽然事业成功, 但年华已过, 还带着个孩子, 一个帅气有为的企业家, 为何偏偏要找个平平无奇的妇女? 其次就是张萍容貌一般, 也没有倾国倾城的姿色, 母亲根本不信杨剑是一见钟情, 甚至怀疑他肯定带有某种目的在接近, 最后算起来杨剑已经三婚, 他给那么高的彩礼完全没有理由, 他的女儿居然也没站出来反对, 让人感觉一切十分蹊跷, 所以母亲当即反对了两人的订婚, 可张萍心意已决, 就算没有家人出席订婚仪式, 他还是独自接受了杨剑的求婚, 母亲认为杨剑的身份可能是编造的, 就等女儿完成回礼逃之夭夭, 警方根据张萍提供的信息, 调查了几处房产的情况, 还搜寻了所谓的炼银工厂, 结果得到的消息是房子是假的, 工厂的位置也不对, 这下张萍才醒悟过来, 原来自己掉进了男友精心设计的骗局里, 民警迅速对杨剑展开追捕, 但出乎意料的是3月16号这天, 杨剑居然主动给张萍打来电话, 老婆,这两天有点事已经处理好了, 你要不要和我到新公司参观, 张萍愣住了, 但很快他就反应过来, 杨剑还不知道他已报了警, 随便敷衍过去后, 张萍赶紧找到民警, 在民警的授意下约好了见面时间, 稳住杨剑后, 警方迅速展开行动, 早早来到临海一个高速出口布局, 就等杨剑自投罗网, 可民警蹲守了一个小时, 杨剑始终没有出现, 后来他又临时变卦, 打来电话叫张萍直接到仙居那边碰面, 难道他已经有所察觉, 现在顾不上太多, 警方又带着张萍匆匆赶到指定的地方, 当杨剑的车出现在视野中时, 民警知道抓捕的时机到了, 看着赠量的手铐和出事的证件, 杨剑慌了, 不停重复说道, 我没有诈骗, 你们是不是搞错了? 我们不会冤枉任何一个好人, 请你配合调查。 很快, 他就被带到了公安局, 面对审讯, 他的态度诚恳地让人惊讶, 骗局是如何一步一步形成的, 杨剑说, 我最大的目的就是为了和张萍在一起, 认识张萍的时候, 他就了解到张萍的经济条件比较好, 而他的目标说白了, 就是棒个富婆, 为了促成这段婚姻, 他可谓使出了浑身解数, 不仅包装了成功企业家的形象, 还专门请人伪造了房产证和营业执照, 见人, 他就把营业执照拿给对方看, 让人一度以为, 他真的是个大老板, 每当有人被他吸引, 加了他的微信后, 他就会特意发一条假的朋友圈, 展示自己财力的同时, 还不停回复评论, 营造出一副众星捧月的架势, 几乎每个朋友圈下, 都有一句谢谢大家的点赞和支持, 其实, 除了上钩的鱼儿, 压根没人理他, 而张萍被他的花言乔语所蒙蔽, 很快就答应了求婚, 这时, 点抄券就派上用场了, 他只在每一摞的上面放入了一张针钱, 并且为了让张萍没有察觉, 还假装随意抽了一张, 递给张萍检查, 待拿到回礼后, 趁着张萍休息, 他就把真钱拿走了, 只剩下一箱子的假钱, 不过, 杨健并不觉得这样是在欺骗未婚妻, 因为他打算等相处一段时间后, 就与张萍坦白, 说句真心话, 我觉得张萍会原谅我, 我们的爱情你们不懂, 杨健还声称拿走的那十几万回礼, 他分文未动, 只想找个时机还给张萍, 事情真有他说的那么简单吗, 警方审讯时发现, 他一直在规避自己的主观故意, 想把自己从诈骗, 侵占财产的嫌疑里则清, 可他不停响起的手机提示音, 还是将他的恶性公之于众, 给他发来信息的, 都是各种各样的女性, 其中还夹杂着不少催债电话, 而聊天记录显示, 这些女性大部分已经与他确定了男女朋友关系, 小部分还在追求中, 眼看已经暴露, 杨健这才说出了诈骗的犯罪事实, 说好听一点, 他是个感情骗子, 说难听一点, 他就是操控杀猪盘的人, 除了营造自己的身份外, 他还会在各种相亲网站, 社交软件上与急于结婚, 或找对象的人聊天, 只要发现对方离异, 并且带有孩子, 他就会趁虚而入, 嘘寒问暖, 用各种方式取得对方信任, 一切水到渠成, 骗局就正式展开了, 什么资金周转不开, 生活遇到困难, 请人吃饭没带钱等, 就成了他给带载羔羊要钱的理由, 往往很多人觉得, 他并不差那点钱, 都会好气给到对方, 甚至像张萍这样, 被骗了钱, 还会为他辩护, 查看他最新一条朋友圈, 能看到的是, 他将张萍送他的回礼, 拍成视频当作诱饵, 又抛向了其他女性, 而他只需要复制粘贴, 就能同时回复七八个人, 种种调查结果显示, 他已经涉嫌诈骗, 在归还张萍十三万一千四百五十二元后, 接下来等待他的, 就是高墙内的忏悔, 再次也提醒大家, 谈恋爱是一旦涉及金钱, 一定要慎之又慎, 虽说不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, 都是耍流氓, 但是目的太强的人可能就是在诈骗, 所以记得擦亮眼睛, 小心杀猪盘, 小心网络骗子, 小心低投资高回报的骗局, 小心将自己吹得天花乱坠的人, 要知道天上不会掉馅饼, 就算掉也是陷阱, 看清现实更重要, 以后凡是遇到这类人, 一定要第一时间报警出来, 让他们无处遁形,